这两个绿盘你看是一个颜色吗 多人说没有发现惊艳的地方 但是这是真正的惊艳 看到了实物我被震惊了 敬虔终于透底了 万表流行力天书记得起 现在我们是在日内玩 我们以前的节目说伯爵做过他的超薄 还说过Polo作为伯爵的豪华运动员 那么在钟表与奇迹2023的表展上 伯爵有什么新作呢 其中少不了的就是Polo 伯爵在这个Polo表里边 做上了很经典的一个复杂功能 万年力 我们从这个盘面就能看出来 懂表的一看这个盘面布局 就知道这是一个万年力 除了这个经典的复杂功能以外 像伯爵这种品牌 非常注重厚度的拿捏 这么复杂的功能 它的厚度控制这么鲜薄 表戴起来非常优雅 另外这个表的材质上很讲究 仔细看这表盘是绿色的 这个绿色很特别 待会我带给你看另外一块表 你就知道这个绿色怎么特别反了 外观方面还是整体是设计 复合打磨 另外上次我们节目里已经说了 这个中间链接 它跟以往的Polo有一些变化 以往的Polo往往是单纯的拉丝 或者是掏光 但它这一个中间链接里 就存在两种打磨手法 就是掏光和拉丝 细节是非常丰富的 再给你看另外一款绿盘 这两个绿盘 你看是一个颜色吗 我觉得大概率 你们会说不是一个颜色 但是我们问了伯爵品牌 是一样的绿盘 只不过因为这个是玫瑰金的表盘 它的玫瑰金的色泽 它影响了你的判断 所以让你看起来 这个的绿盘更加的饱满一点 实际上是一个颜色 这次的复杂功能天花板 应该说是这款表 这还是一个万年礼 但是它这个表盘 是一种特殊的食材 钥匙 但是它又发出蓝色的光芒 怎么弄的呢 这个钥匙它是透明的 是深黑色的 但是透明的 伯爵在这个黑钥匙的底下 上了一层蓝漆 在有光线的时候 这个蓝色就可以通过钥匙盘释放出来 跟它配套深蓝色的蓝宝石镶嵌 厚度还是拿捏得非常的到位 非常的克制 所以戴起来非常优雅 我们上手试一下 伯爵是怎么做到超薄的呢 稍微有点积淀的爱好者都知道 微型摆脱是一个控制厚度的 一个很好的选择 伯爵的这个万年力机芯 用的就是微型摆脱 所以它的厚度才能控制这么好 媒体来表展都期待的经验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发现 比如说这款蓝格的奥德修色 本来就是一个爆款 它今年又做了一些东西 它会有些什么惊喜呢 我们在这跟大家重点解读一下 如果你开外观的话 几乎看不出来 它增加了一个很致命的复杂功能 就是济石 而且是集成了自动上弦的济石 蓝格这样的品牌 如果它做自动计时码表 它会不会带那个导注轮 为什么有些人看不出来 这款表的经验之处呢 因为他没有看到 计时码表 惯常所拥有的那个按钮 我们看到初代目的 奥德修斯会发现 它这个表壳侧面有个护肩 属于它的整体是设计的一部分 很完美 但是呢 蓝格的高妙之处 就是让这个护肩变成了按钮 还没完 这个按钮呢 既可以调节计时 又可以调节星期和日历 它是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把表罐悬开 因为它是防水的 是旋入式表罐 我们在做任何操作之前 要把表罐悬开 悬开以后 拔出一档 就可以进行常规的计时操作了 两点位置的按钮 这就是按钮啊 它是计时的启动和停止 四点钟这地方呢 就是规定按钮 这是计时码表这部分 如果我再拔出一档来的话呢 有意思的地方就来了 在上面这个按钮 和下面这个按钮 可以分别的调整 星期和日历 这是它这款表 非常独特的地方 体现了德国设计的这种精髓啊 简约 但是不简单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没有发现经验的地方 但是这是真正的经验 你喜欢吗 把你的意见留下来 我们会关注你们的意见 为你们做进一步解读的 刚才我说过了 这个机星是集成了 自动上显的即时机星 也是朗格第一款 这种自动上显的即时机星 看到这儿啊 我相信比较发烧的朋友 应该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经验的功能了 因为我就是这么觉得的啊 但是没完呢 听说啊 这款表的这个 即时秒针和分针的 归零动作 还是很特殊的 有一个术语 叫动态清零 不是 动态归零啊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们日后 给你好好的解释一下 一说香奈儿 你想到了什么 一说香奈儿手表 你又想到了什么 我应该猜个八九不离十啊 香奈儿今年的新款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系列 叫 英特斯大拉 这个怎么翻译 我还真不知道啊 不过有个电影 星际穿业 它的原文就叫 英特斯大拉 所以意思也差不多啊 星际穿业 在这个英特斯大拉系列里边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款表 因为这款表呢 我来看实物之前 已经看到了海报 但这个海报把我迷惑了 大家看这马赛克 在海报上 马赛克跟背景 是融为一体的 所以我觉得 只是一个图案 设计上的创意啊 但是看到了实物 我被震惊了 大家也能看到啊 这个马赛克突出在表壳之外 也就是说 它是表壳构成的一部分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赞 星际穿越嘛 对吧 就是我们跟未来之间 我们跟外星之间 这种过度沟通 这种联系 通过这个马赛克 就表现出来了 从造型上 这种非对称造型啊 还有这个极具创意的 马赛克效果 还是真的很赞的 关于机芯方面 它用的是 CALIBER12字头的机芯啊 跟大家透露一个小提示啊 相当于的机芯 凡是两位数的 比如说像这12的 这个都是KENNESY机芯厂出的 KENNESY机芯厂 应该说是 香奈儿控股的机芯厂 这个机芯厂 除了给香奈儿供应机芯以外 还给很多很权威的 很传统的万标品牌 供应机芯 我们参观了泰格华雅的工厂 看了它的质检环节 还有它的最终的检验啊 什么的 每一道组装都有检验 就是我们坊间 遇到的那些问题啊 比如说什么表盘里边 有一个灰尘那种现象啊 你们在泰格华雅的表上 见到过吗 如果见的话 举报一下啊 现在我们就回到了 中标预期芯厅2023 泰格华雅的展厅内 给大家看几款表 主要是卡雷拉和敬钱 系列都是很熟悉的名字了 但是呢 表款是有一些新的变化的 我们先说敬钱吧 这不是杜吉啊 这是K金 敬钱有很多粉丝的 其中包括我 如果你是一个铁杆敬钱粉丝的话 你希望高端化一点 那么K金材质 就是一个选项 配了这个高贵的材质了 那么机芯 是不是也要同时的 要高贵一点呢 这次泰格华的敬钱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大家看 敬钱终于透底了 今年的表展上 潜水表透底是一个事件 你们知道 这个表展上 还有哪个品牌的潜水表透底了吗 而且大家知道 一个品牌敢把机芯透底 说明它的机芯设计啊 做工水准一定是很到位的 这个也一样 应该说它的机芯 在某种意义上 属于manufacture movement 至于说这个是不是资产机芯 这个有待商劝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一个是它的做工水准上来了 你从后备横看到 再一个就是它的动力储存 也达到了80小时 很高的 说泰格好呀 肯定绕不过卡雷拉 卡雷拉今天也有很多习惯 咱们先说一个比较清醒的 小改脸 如果你仔细看这个表盘 它这个彩色的圈 它是变色的 这个有点像咱们开车 指示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状态 这里自己可以脑补一下 还是属于小白脸 这个就是42毫米的卡雷拉 然后还有39毫米的卡雷拉 39毫米的卡雷拉 它有一个外部特征 叫glass box玻璃盒 什么意思呢 它这个蓝宝石表镜 它是完全覆盖了这个表壳 就像一个玻璃罩一样盖在上面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把测速剂很好地保护在表盘的最外侧 就仿佛某个品牌用的蓝宝石的表圈 但是它用的是glass box 39毫米 属于比较经典的卡雷拉 估计也不能再经典了 机芯还是泰克华雅得以自豪的02机芯 带道路轮 这是业界很难得的一个机芯 这种蓝宝石表镜的设计 它还有一个好处 如果你老看我们的节目 你知道它可以让机芯显得薄 对不对 如果你希望卡雷拉有点复杂功能 那么这款表可能是你的菜 这个一目了然 这里边有一个托菲伦 卡雷拉一个马表加托菲伦 这种复杂功能的组合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组合 体现品牌的实力 卡雷拉有44的有42的 我们刚才看39的 如果你还嫌大的话 那就只能是36的了 就是这款 看这个颜色 你是不是想到了 应该是谁来佩戴这种表了 别担心 这个36的卡雷拉大三针 它不是马表 它是自动上弦的三针表 颜色有很多种选择 肯定有一款能满足你的需要 是自动上弦的三针表